这期继续讲职员第138那道没有,是村民家里那种自制的钓鱼竿,一根木棍,一条绳子,一个金属钩,弄点耳,就能钓了。 肖远卿笑了笑,想起小时候的事,又是笑道,小时买不起鱼竿,我们也是用那种土钓鱼竿钓鱼,别有一种乐趣。 钓鱼不错,修身养性。 陈兴笑道,看来今天这趟进山慰问没来错,瞧其他人这兴致高昂的。 长时间住这山里,对习惯了城里生活的人来说可能受不了,但偶尔来个一两次,当时休闲也不错。 肖远卿笑着点头,陈兴不知道马林平早就在心里将他骂了一遍,要不是这山野深处实在是没什么娱乐, 马林平也不会有这闲心跑去钓鱼,要不然晚上没什么事干,他还真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 陈兴吃着饭,对着山村里的土鸡鸭蒸出来的汤赞不绝口,没加任何东西。 汤里确实自然有一股甜味,很是清甜,这种山里的土鸡鸭拿到外面市场卖确实是紧俏货。 只可惜外出交通不便,村民也不可能大规模养殖,要不然这倒是一条村民致富的路子。 要是大规模养殖,就养不出这味道了。 肖远卿摇头笑道,那倒也是。 陈兴闻言,也是无奈笑笑,现在市面上卖的鸡鸭大都未激素。 这也是大规模商业化养殖的必然结果,想到在这村里并没有看到学校。 但傍晚在村里参观的时候,陈兴却是留意到村里起码有几十个小孩子,不由地问道,村里孩子的学习怎么解决。 这个,徐庆年有些苦笑,具体的情况,他还真回答不上来。 他一个县委书记,无意不可能操心到这个小山村里来,有些不自然地笑笑,转头看向坐在一旁话不多的村之书刘老师,道,市长,这个还是问刘之书清楚一点。 刘老师听到徐庆年的话,拧着那本来就很深的皱纹,孩子要读书只能走四五公里山路到前面格子村的小学上学,那是周边几个村唯一的一个小学,那里也不像我们这里偏,他们比较靠近外面。 每天都要走山路上下学。 陈兴眉头一皱,刚才坐车进来,陈兴是清楚这上山下山的泥土路有多少难走的。 嗯,不过不是走你们坐车进来的那条路,那条路好走是好走,但要更远。 最少要走十来公里,孩子们都是走一条盘山小路操近道,路抖,但却是近了很多,岂节省了近一半路程。 刘老师说着话,眉头拧得紧紧的,说实话,那种山路。 连我们这种大人有时候走着多心理发怵,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一不小心踩滑了。 滚下去就是深渊,但孩子要赶上上课,只能走小路。 走四五公里山路,孩子们就能赶得上上课。 陈兴放下正吃饭的筷子,神色沉重。 可以的,家家户户的孩子,早上四五点都得起床。 刘老师无奈道,要不然肯定赶不上,夏天的话还好。 冬天的话,这山里本来就比外面冷,孩子们都被冻得让人心疼。 以前村里就没小学吗? 陈兴咒没道。 几年前有的,那时候村里人还比较多,后来搬出去的搬出去,有些没搬出去。 但举家在外打工,孩子也带走了,人就少了。 镇里又说,上面要求撤并一些小学,村里的学校也就关闭了。 附近几所村子的学生都到外面格子村的小学读书。 现在几个村子里的孩子凑起来还有三四百人,所以格子村的小学一直没关。 刘老师道,孩子们每天都要走这么久的山路,为何不让他们寄宿? 每周回来一次,这样不仅有利于孩子学习,也减少孩子每天走山路的危险。 陈兴疑惑道,我们也想啊,但小学没宿舍啊。 那个校长一直说要争取像镇里要钱见几间给孩子住的宿舍, 但他说镇里每次都答复没钱,学校也没有办法,想给孩子盖宿舍却是没那个条件。 刘老师叹气道,看着眼前这个年轻的大领导,刘老师现在也还不太记得住要怎么称呼。 他不懂得这些大领导都是什么级别,甚至不知道是陈兴官大还是徐庆年官大。 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道,我代表村里的人提个要求,也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刘之书,有什么话你尽管说,这里你才是主人。 陈兴笑道,那我就说了。 刘老师神情紧张而又带着几分期盼,村里人都希望学校能给孩子们盖个宿舍。 我想,这不只是我们这赤山村的想法,这附近几个村子,还有一两个村子也是距离学校很远的,我想,这也是他们的想法。 陈兴沉默着,他不知道几年前那场大规模撤并小学的做法是不是完全正确。 总体来说,应该是符合国情,但当时所采取的的一刀切的做法,而疏忽了个别地区特殊情况,终归是伤害到了一些山区孩子。 正常上学的求学梦,此时,作为一方父母官,陈兴的心情有显沉重。 我刚才的要求要是不合适,你们别往心里去。 刘老师看到陈兴和其他人都沉默,神色不安地赶紧说道, 不,您提的要求很好。 陈兴摇了摇头,给了对方一个肯定的眼神,心里有些悲哀,村民们的要求质朴而无私。 但面对他们这些当官的,村民们提这么一个最简单的要求,都要战战兢兢,焦虑不安。 陈兴心知,这就是现行制度下的最大不幸,当官不是真正为老百姓服务,而是高高在上。 起码在老百姓心里,就是这样的想法,眼前就是一个再残酷不过的事实。 庆年,看到了没有,咱们这些当干部的,不接地气啊。 陈兴叹了一口气。 是,干部和基层群众的联系,确实少了。 徐庆年凝重地点着头,不管他的真正想法是什么,此情此景,徐庆年不可能没有丝毫出动。 刘之书代表村民们提的要求,庆年,我想你也都听到了。 陈兴看了徐庆年一眼。 市长,您放心,村民们的要求,我们县里会落实,建校舍的经费,由县财政直接拨款,我会让人专门督促这件事。 徐庆年郑重道,他知道陈兴已经在关注这事。 你这么说,很好,但做工作要举一反三,你们清北县是山区县。 我想象今天看到的这种情况肯定不是赤山村存在,你们县里应该好好摸下底,看到底有多少山村存在这样的问题,都应该统筹解决,而不是看到了才解决。 没看到的就忽视,这跟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样,治标不治本。 陈兴严肃道,市长放心,这事我们会抓起来,明天回县里,我就安排县教育局进行排查。 徐庆年点了点头,额外的财政支出是小事,徐庆年心知让陈兴满意,才是大事。 不过回答着陈兴的话之余,徐庆年却也是暗自感到奇怪,他担任书记之前当了几年县长,对县财政的支出和相关拨款大都清楚,县里对于山区学校都有一笔特殊补助的。 镇里不至于连出钱给学校给盖几间学生宿舍都没有,压着心里的疑问。 徐庆年看向刘老师,道,刘之书,你确定小学向镇里申请拨款一直申请不下来? 是啊,这事还能有假,那个校长我跟他熟得很呢,学生住宿的问题,他还跟我说过几次,说这几年年年都向镇里拨款,但年年都没钱。 刘老师肯定得到。 徐庆年没说话,眉头微皱着,向一旁的秘书招了招手,小周,你去叫一下张明芳过来。 张明芳此时在陪副市长马林平和政府秘书长江炳轩钓鱼,被徐庆年叫来时,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小跑着过来,脸上堆满笑容。 陈市长,徐书记。 明芳同志,我记得县里之前不是有一笔针对山区学校的特别财政拨款吗?每个镇都有。 刚刚刘之书说,格子村小学连续几年向镇里申请建校舍的钱都没批,怎么回事? 徐庆年看了张明芳一眼,眼里带着几分严厉。 徐书记,这,这个事情,我还真不了解,财政上的事,都是李镇长负责的。 张明芳不自然地笑着,眼神往刘老师的方向瞟了过去。 暗骂着老实巴交的刘老师,多什么嘴,县里给予山区学校的特殊财政拨款。 发到镇里来的时候,就被挪用光了,哪来的钱再给小学盖校舍? 张明芳还记得自己当时立马换了一辆二十多万的新作家,这也是他现在还在用的专车。 不过今天市里县里的领导都下来,张明芳无疑不敢那么招摇,坐的是以前的老车子。 此刻,张明芳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显然也不敢说实话,傻子才会说实话。 这会直接往镇长李承身上一推,张明芳想着眼前应付过去了,也就没啥事。 日后徐庆年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也不会惦记着这么件小事。 李镇长有来吗?徐庆年皱了下眉头。 有,有来,我去叫他。 张明芳赶紧道。 不用了,小张,你去叫。 徐庆年摆了白手,盯着张明芳看了片刻,让一旁的秘书去。 李承很快过来,见张明芳也在,微微愣了一下,恭敬地向陈兴和徐庆年问着好。 李承并没有注意到张明芳正悄然向他使着眼色。 李镇长,格子村小学向镇里申请建校舍申请了几年都没批准。 你们镇里每次回复都是没钱,我问你,县里之前给予山区学校的特殊财政拨款,镇上都用到哪去了? 徐庆年问道。 李承有些傻眼,转头看向张明芳,见张明芳目不转睛地直视着前方。 李承脑袋瓜子转了一下,终归是和张明芳共事了几年,两人保持着一定的默契。 李承知道张明芳一定不会说什么,一脸平静地说道,徐书记,我们镇里大都是山区,县里的那点特殊拨款根本就不够实用,有些山区学校连教学楼都是微房。 镇上是优先保证需要改建和修缮教学楼的学校,格子村小学只是修建宿舍。 镇里考虑到不是非必须的,所以就一直没批。 徐庆年一愣,李承回答得倒是有理有据,凝视着李承,好一会,徐庆年才摆摆手,笑道,就是叫你们过来了解一下情况,行了,你们走吧。 李承和张明芳两人相视一眼,转身离去后,两人都是抹了一把额头的虚汗,已经远离了陈兴和徐庆年所在的房子,张明芳才道,老李,你刚才回答庙啊。 别提了,我这心脏差点没跳出来,对了,那徐书记怎么突然问起了这事了? 李承心有余悸地问道,则,还不是那老之书讲起了那格子村小学。 张明芳美好气道,哦,看来回头回到镇上得再检查一下账务有没有做好,免得上面来个突然检查。 李承若有所思,那肯定的,小心无大错。 张明芳点了点头,两人在小声嘀咕时,屋里,陈兴和徐庆年同样在交谈着,刚才陈兴一直没说话。 但张明芳和李承的表现,陈兴都一一都看在眼里。 此刻,陈兴道,庆年,你什么看法? 市长,这远山镇的确是山区较多,县里之前的拨款也不算特别多,可能镇上确实也是捉襟见肘。 徐庆年道,你说得没错,可能事实是这样,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县里好好查一下,不只是这远山镇,也包括其他乡镇,我们政府的每一分钱,都是来自老百姓的税收。 更要保证,一分钱都没浪费的,真正用到老百姓身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陈兴正色道,刚才张明芳的表现有些异常,一个不大的山区乡镇,陈兴就不信一个镇委书记会对此财政上的事情不知情。 市长说得没错,这件事,我会重视起来。 徐庆年点了点头,陈兴见徐庆年认真的样子,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支持徐庆年当这个县委书记。 对方的表现让他还算满意,想起已经被判刑的常志坚,陈兴叹了一口气。 常志坚被判了十年,陈兴从史之中没有干预过司法,这个案子,盯着的人多。 邓毅更是虎视眈眈,陈兴并不想插手,从心理上来讲,不管是不是自己提拔的干部,陈兴都希望能够通过这件事得到警醒。 晚上吃完晚饭,山村里的夜晚很是幽静,晚上要不是因为陈兴一行市里的人进来,才让村里显得热闹了许多,或许村里的人八点多就已经入睡。 今天跟随陈兴一行进来的市里的几个社会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在村支书和村长的帮助下,对村里几乎特别困难,失去了双亲,家里只剩下老人,在艰难抚养着小孩的家庭做了登记。 他们要帮忙联系有没有一对一对孤寡小孩进行帮扶领养的市民,保证这些没有双亲的孩子的学业能够完成。 陈兴从事财政里安排出来的每户2000元的困难补助资金也一一发到村民手里,钱不多。 这只是陈兴给予村民们的一点心意,整个赤山村现在也只有70多户人,一户2000元,这笔资金其实只要十几万, 或许还不够一些典型公款浪费的干部一顿饭的钱,但2000元对于山里的一户人家来说,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补助。 有时候,干部一顿饭的钱可能就能帮助到许多需要帮助的人。 陈兴深知现在各种挥霍公款和铺张浪费的现象依然存在,但他只能力所能及做到自己能做的,去帮助能够帮助的人。 他这个市长,看起来固然是能管着许多人,但其实也管不了太多的事,很多事,也不是他看到了就能去解决,只有从制度上的根本性改革才能彻底地改变一些现象。 陈兴一直努力地要往上爬,他渴望权力,陈兴心里比谁都清楚,在现行体制下,也只有获取更大的权力,才能为老百姓做更多的事。 难得在这样的山村田园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繁华,格外安静的气氛也让陈兴再一次深深地反思着自己,金无足斥,人无完人。 陈兴深知自己身上也有太多的毛病,生活作风的问题就是他最大的弊病。 山村里清澈的小溪流水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九点多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找了村里人的房子住下,并没有特别的安排和分配,村里人都很热情。 拉着干部们住自家的房子,房间里很简陋,也就是一张木板床,一张小桌子,这几乎是村民房间的统一样式。 有些人睡不习惯木板床,干脆睡车上,陈兴在村支书刘老师的邀请下,住进了其家里。 硬硬的木板床让陈兴也有些不习惯,好在陈兴并不是一个特别在意生活上享受的人,躺一会后也就逐渐适应了。 看了下时间,还不到十点,这恐怕还是陈兴当市长以来头一回这么早睡,在床上辗转反侧愣是睡不着。 夜晚的赤山村,天清气朗,天上繁星点点。 十一点的时候,住在其中一户村民家里的马林平捏手捏脚地爬了起来。 他住在村长刘宝根家里,这是一栋两层楼的土木房,木板都已经发黑老旧。 再加上山里面那种咬起人特别狠的黑蚊子,马林平心里一直在骂娘。 山里,手机信号也不好,马林平连用手机上都不行,躺了一两个小时。 本想熬到一两点,再摸到楼下房间去的马林平终于是忍不住,十一点多就爬了起来。 王彦春就住在一楼靠外的房里,马林平对于秘书万晓明不着痕迹的安排很是满意。 这刘宝根家里就只有两间空余的房间,王彦春随便挑了一间。 楼上一间是另外一个女同志,万晓明悄然地要求换房。 楼上的女同志就换了一户人家睡了,马林平也就住了进来。 小心地下着楼,马林平这会突然有些喜欢上这些穷山村里的房子了,因为这里的房间,也是简单的木板门虚掩,不能繁琐。 此时除了不时听见的狗叫声,所有人都仿佛已经入睡,安静异常。 马林平轻推着王彦春房间的木板门,门一推,里面就传来一声低含声,谁? 马林平一愣,没想到王彦春也没睡,干脆大踏步地进屋,反手将房门眼上。 彦春,是我。 马林平眯着眼睛,王彦春正拿着手机的小手电筒罩着他。 马副市长,你,你来干什么? 王彦春吓了一跳,早已从床上坐了起来,警惕地看着马林平。 没干什么,过来和你交流下工作和感情。 马林平低笑着,迅速摸上了床头。 马副市长,你干什么? 王彦春着急地站了起来,夜深了,我要睡了,马副市长要是想指导我的工作,请白天再来。 嘿嘿,白天就没意思了,晚上才有情调不适。 马林平瞅着眼前这个熟透了的女人,王彦春身上依然穿戴整齐,不过即便是裹得严严实实的,也难演王彦春那丰满的身材。 马副市长,请,请你自重,你再不出去,我真要喊,王彦春声音有些发抖。 他还没说完,马林平已经扑了上来。 嘴上被捂住,王彦春发出着呜呜的声音,用力地推着马林平的身体。 彦春,你要是喊出来,所有人就都听到了。 人家一看,难免会想是你主动引诱我的,你不想让自己的名声臭了吧? 马林平附在王彦春耳旁低声说着,眼前这个女人挣扎得厉害,马林平可不希望自己今晚空手而回。 王彦春使劲地摇着头,嘴因为被紧紧捂住,只能发出呜呜声。 你这是要说什么?你要是不喊了,我就放手。 马林平看着王彦春,王彦春依然还是摇着头,身体用力挣扎着。 嘿,你说你守着那个残废丈夫有啥意思? 他都脑子有病了,恐怕也不懂得跟你亲热吧。 你这小身子是不是每天晚上都寂寞难耐啊? 马林平坏笑着,嘴上说着下流话,马哥我今晚就来满足你。 身体使劲将王彦春往后推去,马林平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王彦春压到床上。 村里的狗叫得愈发厉害了。 王彦春仿若是突然爆发出来的力量,突然将马林平给推了开来,脸色又羞又怒。 马副市长,你再乱来,我真喊了,到时候身败名裂的是你。 我身败名裂。 你说我一个堂堂的副市长,还怕没女人吗? 人家会认为,我为了你一个村姑,就不顾身份地位了。 燕春,你别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马林平冷笑着,见王彦春正拖开来也没大喊,他这会也不急着上前去摁对方的嘴了。 马副市长,我相信大家都懂得明辨是非的。 王彦春脸色变了一下,明辨是非。 这年头的人,谁还跟你明辨是非,都是些懂得见风使舵,睁眼说瞎话的人。 马林平不屑地笑笑,你说你大声喊,人家凭什么就认为是我非离你呢? 我就不会说是你陷害我。 我说是你晚上邀请我过来的,公然向我要关,我坚持原则不答应,你就存心陷害我。 你说别人是相信你呢,还是相信我? 你,你无耻。 王彦春气得直抖索。 嘿,不无耻,怎么能在官场上混下去? 马林平戏谑地笑着,一步步地往王彦春走去。 彦春,你说你就从了我,又能怎么着? 我能带给你想要的,别的女人可还没这个机会,你之前能调到县里,你应该知道是我帮你的缘故。 只要你跟了我,将来我还能把你调到市里,给你安排一个不错的职位,比你在新华这穷嘎拉不是好多了吗? 如果可以拒绝,我宁愿不到县里面,是你资格让人调动我的工作,我根本就不愿意,我也不稀罕到市里。 王彦春不断地往后退着,马副市长,你再过来,我就真的喊了。 马林平进一步,王彦春退一步,屋里面,两个人僵持着,直至王彦春退到了墙壁,已经退无可退。 马副市长,你再过来,我真的喊了,你别以为我真不敢喊。 王彦春死死地盯着马林平,你倒是喊给我看看。 马林平凝笑着扑了过去,抓着王彦春的手,就往床上拽。 终归是有些担心王彦春会大喊大叫,马林平仍是第一时间捂着王彦春的嘴。 王彦春刚发出一声声音,就立刻被马林平捂住。 臭女人一个,还装什么唇呢? 马林平咒骂着。 马林平刚骂完,还没来得及做别的动作,随即痛呼一声,整个人跳了起来。 后面一个中年妇女拿着木棍狠狠地打着马林平,打死你个禽兽,打死你个禽兽,让你欺负女人。 马林平被女子拿着木棍追着跑。 王彦春傻傻地看着眼前的场景,黑暗中,他依稀认的中年妇女是谁,那是村长刘宝根的妻子。 女子的动静很大,声音在这本就宁静的夜里显得尤为清晰。 陈兴躺着硬邦邦的床板,还没睡着的他从床上下来,往旁边看着,和陈兴同住在村支书刘老师家里的徐庆年也走了出来。 怎么回事? 陈兴疑惑地问了一句。 不知道。 徐庆年也满是疑惑地摇头。 声音是从宝根家里传出来的,好像发生了什么事。 村支书刘老师走了过来。 陈兴和徐庆年等人到刘宝根家里时,刘宝根家里已经聚了不少人,电灯亮的人谎言。 看到陈兴过来,不少人赶紧让开。 怎么回事? 陈兴皱着眉头问了一句。 磕,市长,这个你得问刘村长比较清楚。 仙道场的萧远庆倾咳了一声。 陈兴闻言,看向村长刘宝根。 刘宝根淒淒爱爱地看着陈兴,一旁,其妻子脸色有些不自在,却心直口快道,几位领导。 你们过来的人,晚上不是有位大姑娘住我们这吗? 刚刚我听到有动静起来,看到有个男的在他屋里乱来,我也不知道那是住在我们二楼那位领导。 所以就拿着木棍进去打人了,也不知道把领导打伤了没有。 住在二楼的是谁? 陈兴脸色难看。 市长,是马副市长。 萧远庆面无表情地回应着,脸皮子却是忍不住抽动着。 他都不知道马林平是不是脑袋进水了,就算是几年没沾过女人了,也不至于这么急色呀。 这里面呢?陈兴转头看了一旁的房间一眼,这里面是县尾办的那个王燕春。 萧远庆说着,转头看了徐庆年一眼,中午吃饭的时候,陈兴和徐庆年说话提及了王燕春,所以萧远庆有印象。 这,这会不会是有啥误会? 徐庆年脸色古怪,听到二楼是马林平时,徐庆年心里就隐隐猜到了什么。 此刻一听萧远庆说,一楼的就是王燕春,徐庆年按道理一声果然。 之前王燕春的工作调动,就是马林平打的招呼,只是给一个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 所以,徐庆年也就给了马林平这个面子,调动一个妇科,让马林平这个副市长欠个人情。 徐庆年很乐于做这种生意。 他以为王燕春心号心号不离时事,勾上马林平了。 这会听到是这么个情况。 徐庆年心里的古怪的可想而知。 庆年,你觉得会是误会吗? 陈兴脸色铁青地说了一句。 陈兴往屋里走进去看了一下,房间的灯没凉,依然是黑气气的。 陈兴能看到王燕春缩在床脚轻声地啰气着。 陈市长,你相信我吗? 我真的是无辜的,是马副市长一进来就对我乱来,我真的没主动引诱他。 王燕春抬头看了陈兴一眼,楚楚可怜地道。 陈兴有些愣神,他显然是没想到王燕春会这么说,很明显,也许是有人议论了什么。 你好好休息,睡一觉就都好了,明天起来你就坐我的车子回去。 陈兴说了一句,转身走出房间,末了,将房门也关上。 远庆,让其他人都散去,还有,晚上的事,都别瞎议论。 陈兴转头看了萧远庆一眼。 市长,也许是马副市长昏头了。 徐庆年苦笑了一声。 陈兴面无表情,朝二楼望了一眼,丢人现眼。 陈兴说着,大不离去,连上去看马林平一眼的心情都欠缝,简直是丢人丢到家了。 二楼,所有人都走了时,马林平的秘书万晓明才悄悄地上来, 看着自己领导,呲牙咧嘴地俯着手背上的几处瘀青,万晓明嘴角抽了抽。 刚才陈市长有说什么吗? 马林平阴沉着脸问道,倒霉说啥,就是临走前说了一句。 万晓明小声应着,说了什么?丢人现眼。 马林平一愣,玄机脸色一阵青红皂白。 马林平不用想,也知道陈兴说的是他,而不是那王彦春,想及自己副市长的身份。 马林平冷哼了一声,他就不信就这么点小事陈兴能动得了他,说他猥亵妇女,谁有证据。 再说,这算多大个事呢? 为期六天的党大会在万众瞩目下结束,五年一届的大会不只是换届大会, 同样关系着党的改革方针和路线政策的制定,其影响力和所引起的关注无疑已经远超国家的范围。 在了解了多项重大政策的制定后,陈兴更为关注的是人事变动。 老丈人张国华,基深政治局,除此之外,新进国家领导人,序列的,还有多位在地方十分活跃的一把手, 这些人走入中央权力中心,毫无疑问,在多数人预料之中,让陈兴有些意外的是,省委一把手扶右军,已经有内部消息。 扶右军将在明年年初的两会调任全国人大担任副委员长,这是之前没有听到风声的,也让陈兴颇为震动。 无疑,扶右军已经算是走向中央,副委员长的级别同样是副国级,同样是属于国家领导人序列,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人大相对务虚的工作,无疑也决定了扶右军的这个调动,除了级别上的提拔外, 对扶右军这样的封将大力来讲,并不算太理想,但不管怎么说,终归是步入国家领导人的序列,比起大多数地方一把手来说,扶右军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中央层面的是,还轮不到陈兴去操心,该知道的结果都知道了, 陈兴眼下该操心的是自己地方上的事,扶右军在南海省的任职还会有四五个月的时间, 其接任人选恐怕也还没有出来,陈兴不知道中央会让谁来南海主政,但不管是谁过来, 南海省现在的格局都不可能一成不变,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句话,不管是放在中央层面,还是省一级层面,又或是市级层面,进阶试用。 邓毅上任南州市委书记后,都会想动葛建明昔日留下的班子,更别说其他。 此时陈兴更多的也是关注市里的事,邓毅从中央开完会回来后,召集常委会, 不仅是学习这次大会一号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同样还有涉及到市里的相关人士调动。 南明区区委书记耿建生被停止职务,但并没有后续的处理。 陈兴猜测邓毅肯定会在常委会上提及,而陈兴,同样有自己的盘算。 副市长马林平的办公室,从新华县赤山村回来后,马林平这几天都有些无精打采。 陈兴并没有提及那天晚上的事,当天去的众人,也都被下了封口令。 不准私下议论和传播非议,马林平起先对陈兴的处理,还暗自窃喜。 以为陈兴这是要维护他的名声,同时也暗含着此事就此结果,陈兴并不想多提。 但这两天听到的风声,却是让马林平如坐针毡,陈兴这是要对他下狠手呀。 马林平没资格去参加常委会,常委会上也不会讨论一个副市长的任命和罢免。 按照相关法规,这是人大的权限范围。 但马林平深知这种事会在常委会先达成默契,人大那边只是走个法律流程。 如果陈兴今天和其他人达成了一致,那么,他这个副市长就真的做不下去了。 市长,您要的茶?万小明将泡好的上好的雨前龙井端到了马林平面前,马林平好这一口。 平日里比较注重生活上的格调和享受,万小明心知领导早就对前程没有了太大的念想。 作为是领导当中唯一的一名民主党派人士,要不是因为政府领导班子中必须配备一名党外干部,恐怕这个副市长也落不到马林平头上。 所以没有多大背景的马林平想要再往上一步,显然是难上加难,马林平自个也有自知之明。 对头上的官帽子是没太大念想了,所以他也更专注于享受市里的其他领导。 因为马林平从不争权,只管好自己那一摊子,倒是都与马林平有着不错的关系。 马林平算是市政府几个副职领导当中人员最好的一个。 领导上进无望,万小明这个当秘书的自然也就跟着没多大奢望。 只要马林平退居二线前能给他安排一个部门副职,万小明也就心满意足,当个副局长。 日后要是自个还能再抓住别的机会,说不定还有机会提拔,这是万小明对自己未来的规划。 但眼下,这一切似乎都快成了净花水月,马林平的副市长坐不稳,他这个秘书也就跟着成了无根之瓶。 陈兴开完会回来了吗? 马林平狼吞了一口茶,再也没有往日细细品味的咸心。 还没有。 万小明摇了摇头,神色多少有些无奈,心想都到这节骨眼上,马林平再去找陈兴,就能让陈兴改变主意吗? 都是那个臭女人,简直是把老子害惨了。 马林平恨恨地拿着茶杯拍着桌子,想起王彦春,马林平恨得牙痒痒的,那个可恨的小少妇,装什么唇啊? 万小明很是识趣地闭着嘴,领导除了比较贪图物质上的享受和对女人比较感兴趣外,其实别的都还好,对他这个秘书也没话说。 万小明此时尽管也认为马林平在王彦春这件事上阴沟里翻船有些不值,但这是在那天晚上被那么多人知道了,名声简直是臭了大街,正如陈兴所说,丢人现眼。 万小明这会想附和领导说几句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马林平看了下时间,眼里闪过一丝不甘,终究是站了起来,我先过去陈兴的办公室等着。 马林平显然是没有想到陈兴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人等着,而且还是一个漂亮至极的女人,让她看得眼睛都有些愣神。 朱子晴来了好一会儿了,萧远庆知道她上次来找过陈兴,陈兴也单独见了她。 所以没让她离开,反而是让她进办公室等着,不知道陈兴还多久会回来的朱子晴,百无聊奈地拿着报纸翻阅着。 马副市长,您看,这位也是来找陈市长的,您是不是等会再过来? 再说,陈市长现在也还没回来不是。 萧远庆拦不住马林平,跟了进来,笑道。 不用,我就在这等着。 马林平冷哼了一声,她怕陈兴,还不至于怕了萧远庆,不就是陈兴的一条狗吗? 她是副市长的时候,萧远庆还是个小小的县区统计局局长。 要不是走了,狗屎运被陈兴看上,萧远庆现在连让她正眼看一眼资格都没有。 在市委小会议室召开的常委会,开得很顺利,撤销耿建生南州市市委委员, 以及南明区区委委员、常委、区委书记的职务在会上予以通过。 同时任命张经明为南明区区委书记。 张经明是省委办公厅二处处长,之前邓毅还在省委担任秘书长时, 张经生就是直接对邓毅汇报工作的。 很显然,这是邓毅的心腹之人,邓毅将之从省委弄了下来, 开始安插自己的心腹在重要岗位上。 陈兴梅去跟邓毅争这个职位的人选, 从而换来的是邓毅对周知晋担任副市长的支持。 这一项任命会在随后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上通过并宣布。 至于马林平,陈兴的提议是将之调到市政协担任副主席, 毫无疑问,陈兴对马林平这样的人有些厌恶, 尽管他自己生活作风上也不见得就多么简点, 但陈兴从来都是提倡你请我愿的。 马林平的做法,显然是破了底线,陈兴也不想斩尽杀绝, 只是让马林平提前到政协养老去。 邓毅对马林平一事并没有多大意义, 对他来讲,马林平这种人无关紧要, 跟他也没有利害关系,陈兴想怎么处理, 邓毅也乐得做顺水人情, 倒是又空缺出了一个副市长的位置, 让邓毅比较在乎。 陈兴和邓毅有关人事方面的交流和沟通显然是在私下进行, 不可能等常委会召开时再摆到台面上, 别看两人彼此视对方为眼中钉, 暗自警惕着对方。 但这一次的交易和妥协, 两人却算得上皆大欢喜。 常委会开完后, 看着邓毅春风得意的笑容, 以及同样来列席今天常委会。 笑容满面的张晶宁, 陈兴心里暗自冷笑, 葛建明的便宜可不是那么好占的。 他不跟邓毅争着南明区区委书记一职的人选, 可不是纯粹为了退让来换取周知晋上尉, 让邓毅直接跟葛建明产生碰撞。 陈兴乐地看到这个结果, 日后俯佑军调走了, 不管是谁过来, 今后这局面可就有意思了。 心情愉悦地从市委离开, 陈兴拿出手机看了下, 调成静音的手机有好几个未接电话, 都是朱子晴打来的, 陈兴微微一愣, 迟疑了一下, 陈兴并没有回过去。 回到市政府时, 还没到办公室, 提前在外面等着的萧远庆 及时地跟陈兴汇报着。 市长, 马副市长在您办公室等着, 对了, 还有上次来找您的那个女子, 我见您上次单独见过她, 所以就让她进办公室等了。 上次的女的, 陈兴一愣, 随即回过神来, 萧远庆说的是朱子晴。 摸着口袋里的手机, 陈兴摇头苦笑, 朱子晴打她电话找不到人, 就又找上办公室来了。 对这个女人, 陈兴有些头疼, 心情也有点复杂, 发生过一次关系, 但陈兴却是没想好 怎么处理两人之间的关系, 不过想着, 朱子晴不是说要出国了吗? 又过来干嘛? 走进办公室, 朱子晴和马林平 两人各坐在一边沙发上, 马林平刚才还有点闲心, 偷瞥着朱子晴, 这回陈兴一进来, 马林平立刻站了起来, 心里不甘愿, 马林平此时也不得不表现出 该有的谦工态度,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陈兴目光从朱子晴脸上扫过, 很快就落在马林平脸上, 马副市长来找我有事吗? 有点事。 马林平干笑了一声, 转头看了朱子晴一眼。 陈市长, 我先到外面等着。 朱子晴站了起来, 往外走去。 马林平回身将办公室关上, 这才重新走了回来。 面对陈兴, 马林平心里有些不愤, 也不知道将陈兴咒骂多少遍了, 但这回却也只能老老实实地站着。 陈市长, 王彦春的事, 只是我一时糊涂。 马副市长, 你现在过来跟我说这个干嘛? 陈兴神色淡漠, 你与其站在这里跟我解释, 还不如去跟人家女方道歉。 据我所知, 事发到现在过了五天了, 你都没任何表示, 哪怕托人烧去一句对不起都没有。 马副市长, 我还真不明白你过来跟我解释干嘛。 马林平神色一正, 他没想到只开口说了一句, 就会被陈兴堵得说不出来。 马林平从来没想过道歉的问题, 他一个副市长去给一个臭女人道歉。 马林平拉不下那个脸, 也断然不会那样做, 没找王彦春算账, 就已经便宜他, 竟然还要他去道歉, 门都没有。 马副市长, 我还有事。 陈兴很不客气地下起了逐客令。 陈市长, 如果您觉得我去给那王彦春道歉 能够让您高抬贵手的话, 那我去道歉。 马林平同陈兴对视着, 心里再不甘的他, 无疑愿为了头上的乌纱帽去低头。 你去给王彦春认错, 那代表的是你个人最起码的良知, 你却用来当成交易的条件了。 陈兴盯着马林平, 眼里多了几分冷意。 此刻陈兴更加确定, 自个让马林平到政协提前去养老没错。 类似这样的人还坐在领导岗位上, 简直是个耻辱。 那陈市长, 您是什么意思? 马林平努力地平抑着心里的怒火。 办公室门关上, 在这屋里就只有他和陈兴两人。 马林平也不怕和陈兴更加直白地交流, 只要能保住副市长的位置。 马林平无疑愿意做出牺牲。 我没什么意思, 马副市长, 我要忙了。 陈兴摆了白手, 加重了语气。 陈市长, 你, 马林平睁着眼睛, 脸上是不甘和怒火。 嗯。 陈兴抬头看着马林平, 想在他办公室撒野。 他倒要看看对方有没有这个胆子。 没什么, 陈市长, 你忙。 马林平常喘了一口气, 生生把一口怒气吞下去。 怒不可遏地转身, 马林平快步走出了陈兴的办公室, 眼里满是阴毒的神色。 朱子晴慢慢地走了进来, 见陈兴坐在办公桌后面, 朱子晴笑着走了上来, 陈市长, 刚刚你们谈什么了, 怎么刚刚那人怒气冲冲地走了, 好像有点恨牛。 不管他。 陈兴微微一笑, 女人的直觉确实是够敏锐的, 目光在朱子晴身上停留片刻。 陈兴隐隐感觉, 朱子晴似乎愈来愈风雨, 好像比之前丰满了不少, 嘴上不由地开了句玩笑。 我怎么感觉, 子晴小姐这两三个月, 好像胖了点。 是吗? 我自己也察觉出来了, 有些衣服都穿不了了。 朱子晴说着话, 目光紧紧地凝视着陈兴。 子晴小姐怎么这么看着我? 难道我脸上有花不成? 陈兴笑道, 从办公桌后面走了出来, 伸手请着朱子晴入座。 陈市长脸上没花, 但心里有花。 朱子晴嘴角微微一扬, 陈市长, 我说得没错吧? 可, 子晴小姐说笑了。 陈兴不自然地笑笑, 他不知道朱子晴是不是在讽刺他花心风流, 不过心虚的他, 显然是下意识地要对号入座, 不动声色地岔开话题, 笑道, 子晴小姐找我来, 是什么事? 陈市长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吗? 我要出国游学, 明天的计票。 朱子晴说道, 记得, 不过没想到子晴小姐真这么快走了。 陈兴笑着点头, 心里却是想着对方明天要走了, 还专程再来跟他说一次。 陈市长可以送送我吗? 朱子晴淡然笑着, 注视着陈兴。 陈兴愣了一下, 笑着摇了摇头, 明天的话, 你家人朋友怕是都会去送你吧? 你觉得我去送你合适吗? 我说的不是明天, 是晚上, 晚上我在酒店订了一个包厢, 已经布置好了, 就我们两人, 不知道陈市长愿不愿意来呢? 你特地过来, 就为了这事? 陈兴看着朱子晴, 是的, 就为了这事, 可能陈市长觉得, 只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 对我来说, 却是件大事。 子晴小姐如此说, 我要是不去,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那行, 晚上我一定准时到。 陈兴笑着硬了下来, 看了朱子晴一眼, 两个人的目光在空气中碰撞着, 陈兴很快就一看目光, 心里有些奇怪, 她能感觉到朱子晴看她的眼神有些异样, 那种神采, 陈兴说不出来, 但却隐隐感觉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情感, 陈兴想不明白, 特别是今天, 尽管陈兴只是偶尔才看朱子晴, 但她却分明感受到了朱子晴从进来后, 就时时刻刻都在注视着她, 以至于让她有些不习惯, 甚至是有意回避着, 眼神大部分落在了别处, 答应了朱子晴晚上赴约的事, 陈兴以为朱子晴也该离开了, 却是没见对方有动静, 依然是静静地坐着, 眼睛一直在看着她。 子晴小姐, 还有事? 陈兴微皱了眉头, 这朱子晴今天的举止还真是怪异至极。 没事, 只是多看看陈市长急眼, 我怕出国了, 以后想看也看不到。 朱子晴淡然笑着, 想必我要是不主动联系陈市长, 陈市长估计都会把我忘了。 那倒不会, 子晴小姐这么一个美丽动人的女子, 我想任何人见过都不会忘记的。 陈兴笑道, 她这话说的倒是大实话。 陈市长说的是真话。 朱子晴眼里有些雀跃, 自然是真话。 陈兴笑着点头, 我想子晴小姐应该也没少听到类似的赞誉才对。 别人说的, 我不稀罕听, 陈市长说的, 我可是很高兴听到呢。 朱子晴眼里带着笑意, 说实话, 我都有点舍不得出去了。 不想出去, 那可以不用出去吗? 你这出国去, 又没人逼你。 陈兴笑着摇头, 女人心还抵真, 女人的心思, 男人永远琢磨不透。 正如她想不明白朱子晴怎么突然想着出国游学一般。 不, 一定要出去的。 朱子晴轻摇着头, 眼里有着异样的坚定和神采。 那不就得了, 你心里还是想出去的吗? 陈兴笑了笑, 站起身, 觉得自己也是吃饱了撑着, 这女人的心思本来就善变, 她和对方说, 这个干嘛。 陈兴说着话, 并没注意到朱子晴的眼睛仍是一直在注视着她, 此时此刻, 朱子晴心里的想法, 或许只有其自己知道。 子晴小姐, 你要是没事的话, 咱们就晚上见。 陈兴看了下时间, 笑道, 也好, 我就不打扰陈市长工作了。 朱子晴点了点头, 站了起来。 从陈兴办公室出去的时候, 朱子晴仍是回头望了陈兴一眼, 见陈兴已经埋手在办公桌上, 朱子晴轻叹了一口气。 门外, 一个三十多岁的漂亮女子走到陈兴办公室门口停下, 看到朱子晴时, 对方微微一愣, 但很快就轻敲着门。 陈兴抬头看了看门外, 看到站在门口的林玉培, 眼里闪过一丝诧异。 王荣言的这个老乡好到他, 这来干嘛, 上次他没当面答应王荣言给林玉培安排调动的事。 之后, 王荣言虽然也在打电话过来提过一次, 陈兴却是因为对方要求太高, 仍然是委婉地说再看看, 以王荣言的智商也该明白, 他这是婉拒了。 后来也没见王荣言再提过这事, 这会林玉培怎么突然跑过来了, 对方这时候应该是在京城上班才对。 朱子晴看了林玉培一眼后就离开, 他并不会把每个过来找陈兴的女人都幻想成跟陈兴有关系, 即便是真的有, 朱子晴也不会觉得奇怪, 一个优秀的男人, 即便他不去主动拈花惹草, 身旁同样会一大群女人主动粘上来。 陈兴年轻而又有权势, 朱子晴也不信对方从来没有过外遇, 上次见到的两个女人就很是暧昧, 不过要是刚刚那个女人, 朱子晴浑然没有放在心上, 他自信能甩过对方几条街。 陈市长, 怎么, 不请我进去。 林玉培站在门口笑着, 陈兴屁股都还没做热, 只能再次站了起来, 笑道, 今天刮的是什么风, 把林副主任给刮过来了。 我是专程来拜会陈市长。 林玉培笑着走了进来, 穿着一身黑白搭配女士西装裙的塔, 悠闲的苗条和多了几分职场女人的气质, 一进门, 林玉培的目光就一直落在陈兴身上。 陈市长, 咱们很久没见面了吧? 是很久了, 从我调到南州来, 就没再见过。 陈兴笑道, 那就是快一年了, 不知不觉, 陈市长从不理都掉下来快一年了。 林玉培颇为感慨, 时间过得可真快, 想起陈市长的阴阴教会, 还恍若在昨日。 时间过得快倒是真的, 不过我对林副主任可不敢说什么阴阴教会。 陈兴笑着瞥了对方一眼, 这女人和王荣妍关系亲密, 以前在高教司, 陈兴和对方多少保持着距离。 陈市长这么说可不对, 以前陈市长是我的上司, 跟在陈市长身边工作。 陈市长的为人处事和言传身教, 可是让我学到了许多呢, 可惜后来陈市长调走了, 从那以后一直盼着还能有机会跟在陈市长您身边工作学习。 林玉培笑道, 好在现在总算是有机会了。 嗯。 陈兴一愣, 现在有机会。 林玉培这话里是什么意思? 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林玉培, 陈兴笑着问道, 林副主任不用上班。 怎么有空从京城跑过来了? 我当然是要上班, 不过我马上要调到南州来工作了。 自然是要提前过来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最主要也是要来拜会一下新领导。 林玉培青笑着, 看着陈兴脸上惊讶和疑惑的神色, 林玉培心里颇有些得意。 陈市长, 我就要调到你身边来工作了, 今后工作中要是有什么不足和错误的地方, 陈市长可得好好教导。 你调到我身边来工作? 陈兴仿若听到笑话一般, 林副主任, 我这个市长都不知道身边有增加什么人, 你倒是先知道了。 我也是刚知道的消息, 我马上要调到南州担任市长助理, 我想陈市长应该也很快会得到通知的。 林玉培笑页如花, 你调过来担任市长助理, 陈兴眉头一皱, 这么大的事, 我这个当市长的到现在还不知道。 嘿, 还真是有意思了。 陈市长,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不是, 这个任命是从省里下来的, 其实正式通知还没出来, 我也只是有朋友先提前告知一声, 并不是接到官方的通知, 不过我想也快了。 林玉培笑了笑, 自信心十足, 王荣妍已经跟她打了包票, 这事已经成了。 林玉培自是深信不疑, 她调任南州市市长助理, 级别指定为正处, 并不是副厅。 王荣妍现在要是连一个正处都给她跑不下来, 那林玉培还真瞧不起她了。 是吗? 陈兴瞟了林玉培一眼, 不用想知道林玉培口中的朋友是王荣妍, 她没想到, 自个婉拒了王荣妍的要求, 王荣妍竟是想别的办法。 现在将林玉培弄过来当市长助理了, 看不出王荣妍对这个林玉培竟舍得如此下功夫。 陈市长, 我今天就是提前过来拜会您, 很久没见到您, 我还都有点想念老领导您呢。 林玉培嘴角含笑, 今后继续跟在陈市长您身边工作和学习, 陈市长可要悉心教会。 陈兴不可置否地笑笑, 还悉心教会呢? 陈兴一听就头大, 早知道当初就随便答应王荣妍, 给安排个还过得去的职位, 她早就该知道, 就算她不答应, 王荣妍也会想别的办法。 眼下林玉培过来当市长助理, 陈兴还真是有些头疼, 这个女人挺会卖弄风情。 陈兴以前在私里的时候早就领教过, 还真就不喜欢身边有这么一个人。 陈市长,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等我正式接到调动通知后, 再来向陈市长报道。 林玉培美眸在陈兴脸上停留了片刻, 这张年轻而又充满朝气的面孔, 可比王荣妍那张嘴一笑, 就满是皱纹的老脸, 好看了不知多少。 林玉培喜欢年轻而又有活力的男人, 确切地说是喜欢充满力量的男人。 目送着林玉培远去, 陈兴撇了撇嘴, 她并没有去怀疑林玉培的话, 如果消息是出自王荣妍, 那很显然, 林玉培的确是要调过来了, 心里暗道王荣妍还真舍得下功夫, 之前还真看不出她会对林玉培这么上心。 果不其然, 林玉培的话并不假, 陈兴是在下午才接到省里的通知的。 本该是由市里任命的市长助理, 这次却是从省里直接走相关程序, 到南州市层面, 则只是象征性地完成最后的任命, 按照法规走个过场罢了。 对于林玉培担任市长助理, 陈兴即便是心里有些不满, 此时无疑也改变不了什么。 忙完白天的工作, 陈兴晚上准时来到和朱子晴约定的酒店, 朱子晴明天就要出国。 陈兴说不上什么的感觉, 除了觉得朱子晴现在看起来有些怪怪的外, 陈兴还真没啥想法。 谈不上迷恋和不舍, 两人只发生过一次关系, 陈兴身边也从不缺女人。 来到朱子晴所说的酒店, 朱子晴所说的吃饭, 并不是在包厢, 而是在酒店的客房。 陈兴微微有些奇怪, 但也没多想, 两个人该做的都做了, 他不至于连个客房都不敢进。 惊敲着房门, 很快, 门打开, 陈兴眼睛微微一眯, 房间中并没有应该出现的灯光。 除了些许昏暗的亮光, 就是黑漆漆一片, 朱子晴的面孔陡然出现在眼前, 那白皙的脸蛋在黑暗中看着倒像是苍白, 着实让陈兴吓了一跳。 陈市长, 请进。 朱子晴笑道, 看起来很是开心。 怎么不开灯? 陈兴疑惑地走进门。 朱子晴笑着没说话, 陈兴走进门后, 拐过墙壁, 才看到房间中间摆的一张桌子上点着蜡烛。 刚才在门外看到的昏暗的亮光便是蜡烛发出。 烛光晚餐。 陈兴转头看了朱子晴一眼, 眼里有些惊讶, 这朱子晴临走之前还特意约他出来单独搞了这么一处。 陈市长, 咱们还没吃过烛光晚餐, 你不觉得是个遗憾吗? 朱子晴看着陈兴。 陈兴愣了愣, 他体会不到朱子晴的情感, 自然也没这种想法, 只是朱子晴这么说。 陈兴显然不可能大杀风景地说不会, 走到椅子上坐下, 陈兴打量着朱子晴, 一袭宽松的黑裙, 看样子并没有经过特别打扮, 脚上还穿着一双很不相衬的白色平底鞋, 看起来尤为扎眼。 陈兴此时还真是一头误会, 朱子晴一方面精心地准备着烛光晚餐, 一方面又没有精心地打扮自己, 只是随意地一身居家装扮, 倒把他搞糊涂了。 点了几个酒店的特色菜, 也才刚送过来, 我琢磨着陈市长应该也是个首食的人, 还好, 陈市长并没有来迟, 我想菜还不会凉了。 朱子晴笑了笑, 走到陈兴身旁, 起开红酒瓶, 给陈兴倒着酒。 轮到自己时, 朱子晴只是倒了杯饮料。 子晴小姐把气氛布置得这么浪漫, 自己反倒不喝酒。 陈兴摇头笑道, 陈市长不会是怕我用饮料跟你喝, 会把你灌醉吧? 朱子晴轻笑着, 男人被女人灌醉, 最后也不见得会吃亏, 子晴小姐认为呢? 陈兴同朱子晴对视着。 那倒是。 朱子晴点了点头, 举起杯子, 陈市长, 咱们先干一杯。 陈兴端起酒杯喝着, 晚上没什么要解释的她, 也不怕喝醉, 一口饮下。 目光落在朱子晴脸上, 陈兴笑着指了指桌面上的东西。 子晴小姐晚上又是蜡烛又是红酒的, 我都闹不明白子晴小姐是要搞哪一处。 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就是和陈市长吃个烛光晚餐。 朱子晴微微一笑。 就这么简单。 是的, 就这么简单。 难不成陈市长觉得我一个弱女子请你吃顿饭还能算计你不成? 子晴小姐说笑了, 我没有那个意思。 简单的对白, 安静的气氛, 陈兴和朱子晴两人都略显沉默。 陈兴疑惑于朱子晴有些怪异的表现, 而朱子晴则是享受着此刻的这种气氛。 子晴小姐这次要出国多久? 陈兴找着话题, 我想至少会八个月吧。 朱子晴眨了眨眼睛, 怎么, 陈市长这不会是舍不得我吧? 子晴小姐, 你的问题可是会让人尴尬的。 陈兴摇头笑道, 咱俩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还有啥好尴尬的。 朱子晴脸色微红, 起身往陈兴走去, 陈市长您觉得呢? 我只觉得, 子晴小姐现在这又是在挑逗我。 陈兴眯着眼睛, 看着朱子晴手环绕着自己的脖子, 坐到自己大腿上, 依然是那熟悉的淡淡的倾向, 陈兴分不出那是香水味还是朱子晴的体相。 陈市长可以那样觉得, 上次在车上, 咱俩也算是以天为备, 以地为床, 当了一回露水夫妻。 晚上我想在一个浪漫的环境里, 好好体验一下陈市长的温柔。 朱子晴呢喃着, 眼神迷蒙, 拥抱着陈兴, 还真是个迷人的小妖精。 陈兴嘴角撇了一下, 很显然, 朱子晴给他留下了开放的印象, 上一次, 加上这一次, 都是朱子晴主动挑逗。 美人传情, 陈兴也没心思吃饭, 闻着眼前的清香, 都快可以当饭吃。 我看也别吃饭了, 吃你得了。 陈兴将朱子晴拦腰抱了起来。 哎, 清点。 朱子晴紧贴着陈兴, 看不出你还喜欢温柔呢。 陈兴默然笑了一声, 想及上次在车里, 朱子晴一开始看似处处主动, 格外懂得挑逗男人, 但真正到了真刀真枪的时候, 又好似变得娇羞和声色, 陈兴还真看不明白这个女人了。 走到床边, 轻轻将朱子晴放下, 陈兴踢掉鞋子, 也躺了上去, 这是一个让他琢磨不透的女人, 但陈兴觉得自己无需去琢磨, 两人只关呼吁。 陈兴还没什么动作, 就被朱子晴往后一推, 只见朱子晴坐了上来, 轻笑着, 晚上我要在上面。 朱子晴脸色娇艳红润, 这是他咨询医生孕妻同房的最适宜姿事, 刚过前三个月的他, 已经可以同房, 临走之前, 朱子晴想要给自己留下美好的一碗。 南州市人大常委会DX次会议召开, 由省里提名的市长助理周知晋, 担任副市长一职, 在会上予以高票通过, 同时任命林玉培担任市长助理, 与此同时, 会议免去了马林平副市长一职, 任命南州市下辖石平市市委书记孙媛媛, 担任副市长。 至此,南州市市政府领导班子完成了相关的变动, 马林平到市政协担任副主席。 周知晋已经顺顺利利地成为副市长, 陈兴也算是了却一桩心事。 开完会, 回到办公室, 陈兴抬手看了下时间, 十点半刚过, 站在窗前, 陈兴往南州机场的方向眺望着, 朱子晋上午十一点的飞机, 陈兴心知对方的父母家人和朋友肯定会到机场送他, 他却并不合适, 否则, 陈兴不介意去送一下, 一夜以泥, 身上仿佛还残留着对方的香味, 仿佛心有灵犀一般, 此时此刻, 朱子晋同样往市中心的方向望着, 昨晚的一幕幕在脑海里回放着, 朱子晋眼里还有几分修意, 莫名的, 还多了几分不舍, 陈兴的温柔让他迷醉, 朱子晋不知道陈兴到底经历了多少个女人了, 而他, 又是陈兴的第几个女人, 一看便知道, 在男女之事上已经身经百战的陈兴, 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他, 但他不想去想那些, 他只知道, 陈兴温柔起来, 让人着迷, 没有上一次的粗野, 昨晚那和风细雨的温柔更让他迷恋, 这一去, 即便是过年, 朱子晋也不会回来, 他没有同父母讲, 也没法讲, 过年的时候, 或许肚子里的小家伙, 已经会在里面顽皮的踢腿打拳了吧, 朱子晋心里如是想着, 脸上多了些温柔, 想着明年自己带个小家伙回来, 说是自己领养的孩子, 疼爱自己的父母亲会是什么表情, 朱子晋脸上有着顽皮的笑容, 他是个恐婚族, 见过了太多的分分合合和男人女人的红杏出墙, 朱子晋心思也就淡了, 身旁的朋友, 恋爱时是轰轰烈烈, 花钱月下, 海市山盟, 白头偕老, 闹分手时, 彼此大打出手, 互相谩骂, 有结婚的, 还为了分家产上演全武行, 多难听的话都骂出来, 朱子晋已经习以为常, 他不见得对陈兴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但意外的怀孕, 却是让他没想过要将这个孩子打掉, 他不想结婚, 甚至对交男朋友有恐惧, 但这不代表着他不喜欢小孩, 这个意外的结果, 让朱子晋这个虔诚的佛教徒认为这是老天爷的安排, 也好, 他有个自己的孩子, 也不需要背负婚姻, 不需要走进围城, 朱子晋觉得这未尝不是一种惬意的生活, 运来, 你有没有觉得女儿最近怪怪的? 欧阳雪荣同丈夫一起陪着女儿等飞机, 见女儿正出神着, 忍不住用手碰了碰丈夫, 惊声道, 有什么奇怪的? 朱运来愣愣地问了一句, 你这个当父亲的是怎么当的? 女儿有一场你都看不出来, 整天就惦记着你的生意, 女儿都不要了是不是? 欧阳雪荣称怪地白了丈夫一眼, 子晋这不是好好的吗? 瞧你这说的什么话, 她可能只是最近心情不好, 想要出去散散心, 你就别瞎操心了, 女儿长大了, 有自己的主见, 我这个当父亲的, 有时候都得听她的呢。 朱运来咧嘴笑着, 她对这个宝贝女儿很是骄傲和自豪, 子晋以前很喜欢穿高跟鞋的, 而且虽然没见她交往男性朋友, 但也不至于喜欢闷着, 时不时地和几个比较好的女性友人出去逛街或者做美容都是常有的事, 最近都没见她出去过了, 你瞧瞧, 她现在每天就是穿着一双平底鞋, 这次出国, 我帮她整理行李, 她说高跟鞋都不戴了, 只戴了两双平底鞋。 欧阳雪荣同丈夫嘀咕着, 女人的心无疑比较细, 对女儿的异常, 欧阳雪荣早早就发现, 则, 女孩子家贤重, 能少带就少带, 高跟鞋出去国外了随时能买不是, 这有啥好奇怪的, 要我说行李都可以不用带呢, 出去都买现成的, 你这瞎操的什么心, 再说咱们又不缺那点钱, 朱运来撇了撇嘴, 跟你说正经事, 你就知道钱钱钱, 赚那么多钱以后有什么用, 你能带进棺材你吗? 也不知道多关心一下女儿, 欧阳雪荣恼怒道, 两人说着话, 朱子晴也回过神来, 笑道, 爸妈, 你们在嘀咕什么? 没, 没什么, 子晴, 这到了国外, 可要记得时不时给我们打电话, 不然爸妈会惦记你的, 欧阳雪荣笑道, 对对, 时不时打个电话回来, 朱运来笑得小眼睛都快眯上, 子晴呀, 你那张银行卡, 爸又给你打了一千万进去, 到了国外, 可劲儿花, 钱花完了, 爸立马再给你汇, 不用怕没钱, 朱子晴哭笑不得地看着自己这个父亲, 对别人吝啬的铁公鸡一样, 哪怕是对下面的员工也抠门, 上次厂里的那个员工被机器切断了, 手掌就没处理好, 还让陈兴不满, 幸亏是后面及时补救, 对外人是生怕多浪费一分钱, 对母亲和自己, 却又怕自己和母亲不花钱似的, 爸, 我自己钱就用不完了, 不需要你的钱, 朱子晴摇头笑道, 爸知道你本事大, 但你自己赚的是你的不是, 爸给你的不一样, 再说爸就你一个女儿, 钱不给你用给谁用, 朱运来笑得合不拢嘴, 爸, 你都知道钱多没用, 那就对工人大放点, 一个公司要发展壮大, 就需要员工齐心协力, 你一直想把事业做大, 但一直局限在这个规模, 你自己都不好好反思, 朱子晴摇头道, 瞧瞧, 我的宝贝女儿又来教育我了, 朱运来笑着看了一旁的妻子一眼, 朱子晴摇了摇头, 知道父亲未必能听得进去, 也就不再多说, 想着父亲生意的事, 不由地说了一句, 爸, 我离开了, 你生意上要是碰到什么麻烦, 可以去找陈市长试试, 找陈市长, 人家愿意帮忙吗? 你不是和那谭政书记比较熟吗? 朱运来疑惑道, 还是尽量不要找他了, 他是一个原则性比较强的人, 有时候找他帮忙, 只会为难他, 朱子晴摇摇头, 那好吧, 不过不找他的话, 有时候你爸碰到麻烦事, 都没人可找啊。 朱运来嘀咕着, 爸, 你要是真碰到麻烦, 就去找陈市长试试, 兴许他会帮你呢。 朱子晴笑着岔开话题, 人家堂堂大市长, 跟咱们非亲非故又没特殊关系的, 能帮咱吗? 朱运来很是疑惑, 上次那工人的事, 没看那陈市长, 差点都当场给我难堪了。 上次的事, 你处理得确实不好, 工人的手都被切断了, 你还吝啬那点钱。 朱子晴美好气地看着父亲, 好好, 不说这事了。 朱运来识去的不提旧事, 免得又被女儿一顿说教, 不过脸上仍然满是怀疑, 你确定那陈市长会帮咱们? 我没说他一定会帮, 只是说万一你真的遇到麻烦, 就去找他, 我想他要是有点良心, 多少会帮的? 朱子晴说道, 好好, 爸记在心上了就是。 朱运来笑道, 随着几人的说话, 机场内的广播也已经响了起来, 朱子晴所乘坐的航班要开始登机了, 看了看自己的父母, 朱子晴此时也有些依依不舍。 往市中心的方向看着, 朱子晴心里同样在说着再见两字。 市长办公室, 陈兴此时同样在忙碌着, 周知晴升任副市长, 心情大好, 自是要到陈兴办公室里坐一坐, 陈兴这也才刚送走了对方。 周知晴刚走, 林玉培又来了, 成为市长助理的林玉培, 走路都带了几分领导模样, 只不过进了陈兴办公室后, 才收起了姿态, 富佑变得千娇百媚。 今天是林玉培上任第一天, 林玉培显然是经过了精心打扮, 很会化妆的林玉培, 无一懂得怎么样才能将自己最完美的一面表现出来。 适合其风格的精致淡妆, 衬托着她的气质, 能让人觉得漂亮一个档次, 一生裁剪得体的天蓝色女士职业套装, 同样很是扬眼, 让人忍不住侧目。 陈兴看到林玉培进来, 挥手是一骑坐下, 有些头疼地扶了扶额头。 陈兴刚才还在想着林玉培这个市长助理的分工, 无疑, 陈兴不敢将太重要的工作让林玉培分管, 但要让林玉培协助她分管什么? 陈兴也是被这个问题给难住了。 陈市长, 看您好像很头疼的样子, 有什么我可以为您分忧的? 林玉培并没有坐下, 而是走向了陈兴的办公桌, 陈市长, 现在我可就真调到你身边工作了, 不仅是要虚心跟在您身边学习和工作, 也得为您分忧呢, 不然我这个市长助理就不称职了。 耳旁的声音让陈兴摇了摇头, 心里想说光听你这声音就让我头疼, 不过这种话终归不能说出口, 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 陈兴得就林玉培的分工和对方好好聊一聊。 林助理, 你来得正好, 有关你的工作, 我正要和你说一说。 陈兴走到沙发上坐下, 朝秘书黄江华喊着, 小黄帮林助理倒一杯水过来。 林玉培在陈兴右手边的沙发上款款坐下, 向端水过来的黄江华说了声谢谢。 领导身旁的秘书, 林玉培显然也知道不能摆谱。 陈市长, 工作上的事, 您尽管安排, 我坚决服从。 林玉培神态正中了几分, 嘴上虽然如此说, 林玉培心里实则是颇为紧张, 关系到手上的权利, 林玉培也希望所协助和分管的工作能够有些实权, 而不是一些机轴。 陈兴转头看了林玉培一眼, 对方既然如此表态, 陈兴也不想多浪费时间。 道, 林助理, 今后市, 县医疗机构建设改造工作, 包括负责联系工商联、 商会和市里非常设工作机构的工作, 这几项事务就由你来负责。 林玉培听着陈兴的话, 眨了眨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陈兴。 怎么? 陈兴见林玉培神色有益, 问道, 陈市长, 我负责的就这几个工作吗? 林玉培神色有些信心, 除了医疗机构的建设改造工作, 可能会有点油水, 其余的, 在林玉培看来就没啥好处。 嗯, 就这几个, 你刚到市里来, 现在主要也是以熟悉工作为主, 说实话, 我还怕一下子给你这么多工作, 你一个女同志会嫌担子太重, 你要是觉得工作量大的话, 我再考虑给你减免一些。 陈兴笑道, 不会, 怎么会呢? 陈市长您安排的工作, 我是一定要做好的, 怎么会嫌压力大? 其实我倒是想更累一点呢, 我调过来, 除了希望多学习多锻炼提高自己, 也还希望多帮陈市长您分忧呢, 陈市长您可以尽管放心地给我安排工作, 我是不会怕苦的。 林玉培盯着陈兴, 心里恨得牙痒痒的, 陈兴明明没给他安排多少工作, 偏偏要说的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那就好, 以后林助理就先负责这几项事务, 定期向我汇报工作。 陈兴点了点头, 能先将这个林玉培打发了, 就先打发了。 陈兴显然不想在其身上浪费过多精力, 王荣妍将这个小情人丢过来, 陈兴也没义务, 就得给对方安排得满满意义的, 要不是因为萧远庆已经另有任用。 之前由萧远庆协助他负责的事, 县医疗机构建设改造工作, 他也不会交到林玉培手上。 不过稍微给林玉培一点甜头打发, 也未尝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省得这个女人日后上下折腾。 陈市长, 我会按时向你汇报工作的, 要是陈市长时间允许, 我还希望能日日向陈市长汇报呢。 林玉培有意地将日日两字说得极重。 林助理, 你先去熟悉一下工作, 有不了解的地方, 就找办公室的人熟悉。 陈兴说着, 站了起来, 便向地下起了逐客令。 好吧, 那我先去熟悉工作。 林玉培跟着起身, 点了点头, 对于陈兴并没有过多地注意他本人, 林玉培有些气馁, 然到他就已经人老珠黄, 吸引不了陈兴的注意力了。 看着自己这一身打扮, 林玉培撇了撇嘴。 看到林玉培走了, 陈兴才清虚了口气, 这女的多少代表着王荣岩的面子, 头疼归头疼, 现在也只能先这样安排了。 做了半想, 陈兴拿起内线电话让肖远庆过来, 有关肖远庆的安排, 陈兴还没同对方谈过, 对这个自己提起来并且身为倚重的人, 陈兴无疑也希望再好好培养和重用。 市长, 您找我。 肖远庆来得很快。 远庆, 来了, 坐。 陈兴笑了笑, 以后医疗机构改造那一块事物就由林助理负责, 你跟他交接一下。 好, 回头我去找他。 肖远庆点了点头, 没有多问什么, 不过心里却是多少, 犯起了嘀咕。 陈兴这是对他的工作有所不满还是? 远庆, 对你的工作, 我有新的安排,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陈兴看了肖远庆一眼, 见对方神色惊讶, 陈兴颇为满意这种效果, 笑道, 你在我身边也工作了一段时间了, 对你的能力我很了解, 所以, 这次给你加加担子, 希望你能有所作为。 市长, 肖远庆忍不住地站起身, 眼里的激动再也掩饰不住, 尽管陈兴还没说要对他如何安排, 但肖远庆从陈兴的话里已然听出了一些端倪, 既然是加担子, 那么, 新的工作岗位显然是比现在的还重要。 做做, 站起来干嘛? 陈兴笑着摆了摆手, 石平市市委书记孙远远, 提为副市长, 我和邓毅, 沈灵月两人已经私下沟通过, 由石平市市长陈民发, 接任市委书记一职, 而你调到石平市担任市长。 市长, 肖远庆再次张了张嘴, 激动得不知道说些什么, 饶食他平日里总是以稳重的一面世人, 此时也禁不住突然而至的惊喜所带来的心情激荡。 好一会, 肖远庆才深吸了一口气, 道, 市长, 我一定不负众望, 不会给您丢脸的。 远庆, 你说错了, 不是给我丢脸, 是不要给你自己丢脸, 今后你主政一方, 你的一言一行, 就会有更多人关注。 我希望你能时刻谨记一名干部的职责, 咱们的是人民的干部, 心里头要时刻装着人民, 如果没有一颗敬畏的心, 那你手头的权力随时会失控。 陈兴脸色变得严肃, 常之间的事情已经摆在眼前, 他被判了十年, 他的事情, 我没有插手。 也许你会觉得我不近人情, 不过我想你跟在我身边工作的时间也不短了, 你应该已经了解了我的为人, 有些碰不得的事情, 一旦碰了, 我是会翻脸不认人的。 市长, 我会谨记您的教诲。 肖远庆肃然道, 他深知陈兴所强调的是贪污信号信号的问题, 这是陈兴不能容忍的事。 至于生活作风, 肖远庆没去想, 他也没敢去胡乱猜测陈兴的事。 他只知道, 陈兴确实也没为某个女人以权谋私过, 陈兴将工作和私生活一向分得很开, 这或许就是陈兴所谓的原则和底线问题。 好了, 咱们也别把气氛搞得这么严肃, 我拿肠之间的例子提醒你, 不是说你可能会跟他一样, 只是要你时刻警醒自己, 人民干部为人民, 每天工作之前, 你都郑重地将这句话牢记一遍, 未尝不是对自己的提醒。 陈兴道, 市长, 要不您就将这句话给我提个字, 我回去之后就装表起来, 到时评去复任的时候, 我带过去, 挂在办公室里, 每天就能时时刻刻看到了, 也能牢记市长您的教会。 肖远庆神色一动, 笑道, 远庆, 你这是为难我了, 我的毛笔字就是中学生水平, 登不了大雅之堂。 陈兴摇头笑笑, 除了大学里的兴趣课里有接触过毛笔字, 陈兴并没有专门练过, 还真就不敢拿出来献丑了。 市长, 那是您自签了。 肖远庆笑哈哈地说着, 您就给我提一个吧。 不了, 不了, 坚决不提字。 陈兴笑着摆手, 心里嘀咕着, 看来自己以后得好好练下毛笔字了, 偶尔会有派上用场的时候, 而且, 这也不失为一个修行养性的法子。 陈兴正说着话, 却是陡然听到, 从办公室的方向传来一阵吵闹的声音, 肖远庆眉头一皱, 嘀咕了起来, 我这才离开一会, 谁就在办公室里闹腾起来了。 肖远庆话音刚落, 办公室副主任正风跑了过来, 先是恭敬地喊了一声, 陈市长。 随后, 看向肖远庆, 肖主任, 那林助理跟李小盈吵起来了。 怎么回事? 肖远庆神色一正, 下意识地转头看了陈兴一眼, 那李小盈只是办公室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连正式编制都没有, 是合同工, 办公室本来就一直缺人手, 陈兴上次从京城回来后, 就让他安排这么一个人进来。 肖远庆心知肚明, 也没声张, 悄然地给安排了。 这件事, 办公室的人只以为那李小盈跟他有关系, 并不知道别的。 所以, 此刻正风跑过来才会只跟他说。 陈兴听着正风的话, 立刻就翻起了白眼, 刚还在想林玉培调过来别折腾得太厉害。 这一来, 确实就立刻闹出事了。 李小盈是大舅子张明让他安排的那个精大的高材生。 陈兴此时端得是头疼欲裂。 市长, 我过去处理一下。 肖远庆看了陈兴一眼后, 心知陈兴对那李小盈平日里虽说没表现出特别的关照, 但肯定是暗中有所关注, 也不敢怠慢。 我跟你过去看看。 陈兴出声道, 大舅子托他安排和照顾的女人, 陈兴也没法不管不顾。 尽管让肖远庆安排之后, 他并没有对李小盈表现出特殊的关照。 但眼下出了事, 陈兴可就得将对方维护好了, 要不然大舅子问起, 他都不好交代。 和肖远庆一起往办公室走去, 争吵声依然还在, 不过更多的是听到林玉培那略带尖锐的。 声音, 陈兴眉头微微皱起, 这个女人就是个不安分的主。 肖远庆率先走进了办公室, 看到的是林玉培在指责和呵斥李小盈的场景, 而李小盈, 脸色同样有些倔强地对峙着, 虽然嘴上没吭声, 但那眼神, 分明也是怒目而逝。 林助理, 怎么回事? 肖远庆走向林玉培, 心里头虽然已经偏向李小盈, 但肖远庆依然对林玉培这个新来的市长助理, 保持着最起码的尊敬。 肖主任, 你来得正好, 你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是怎么回事, 都这么没素质吗? 拿水倒到我身上来了, 我批评他几句怎么了? 你看看他, 还顶嘴, 瞧瞧, 现在还对我怒目而逝呢? 这是一个下级对待领导该有的态度吗? 你们平常是怎么教育下人的? 林玉培正在气头上, 同宵远庆说话的口气也带了几分怒气, 直至看到后面跟着进来的陈兴时, 神色才微微一正, 脸色略有缓和, 陈市长, 你怎么来了? 林助理, 你这新官上任第一天, 还真是, 陈兴没把话说完, 不动声色地扫了李小盈一眼, 目光最后落在了林玉培身上, 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倾向出来, 没人知道李小盈是陈兴特别安排进来的。 陈市长, 瞧你这话说的, 你看我这衣服都被淋湿了, 刚才差点没被烫上, 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太毛手毛脚了, 连件小事都做不好, 也不知道平时是怎么教导的。 林玉培当着陈兴的面没敢撒泼, 只是装着可怜, 略略有些可怜地说着。 萧远庆脸色有些不悦, 林玉培口口声声说,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怎么样怎么样, 间接打的是他这个主任的脸, 倒好像是他这个办公室主任不懂得教导下面人, 竟教导出一些废物来似的。 心有不满, 兼且知道陈兴兴号星号不离时是会维护李小盈, 萧远庆的语气也好不到哪去。 林助理, 我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 各个优秀, 经得起考验。 市里的领导对我们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也都持赞不绝口。 林助理如果认为您刚才的话是对的, 那就是的看法有所偏颇, 我对自己的工作人员还是相信的, 就拿小盈来说, 人家是精大的高材生, 还是硕士研究生呢? 你觉得他的素质会低吗? 萧主任, 你, 林玉培有些恼火, 萧远庆竟会为了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出头, 这着实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陈兴还在这里, 林玉培不敢太过分, 但萧远庆的话无疑让他有些下不来台, 这回办公室里有普通的科员, 也有中层干部凑过来看热闹, 他今天要是连一个小科员都教训不了, 那他这个市长助理还真是上任第一天就成了笑柄了。 小盈, 你说说看是怎么回事? 萧远庆不着痕迹地看了看一旁的陈兴, 最后看向李小盈, 脸色好看了许多。 主任, 林助理进来要一些资料, 然后让我给他倒一杯水, 我给他倒了端过来, 却没想到他突然转身, 撞到我手上了, 我一没拿吻, 水就泼到他身上了。 李小盈解释着, 脸上满是委屈, 他也是个心高气傲的人, 张明告诉他回南州会给他安排好, 进办公室当个合同工也只是暂时的, 李小盈深信张明的能力, 但即便如此, 李小盈也打算下个月的国考报名, 看看自己能考出多少分来, 都说考公务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李小盈却是相信自己的能力, 他能考上精大的研究生, 那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凭自己实打实的能力, 只不过进了官场后, 他也深知需要背井人脉, 否则注定难以上进。 肖远庆听完, 眉头再次皱了皱, 这一听就知道李小盈没有半点过错, 分明是林玉培愣是要没事找事, 刻薄待人。 林助理, 我觉得小盈没做错啥, 你。 好了, 远庆, 你也不必说了, 林助理, 这件事就点到为止了, 下面的工作人员也不容易, 身为领导, 更应该有一颗宽容的心。 陈兴挥了挥手, 打断了肖远庆的话, 先是对林玉培, 而后又看向李小盈, 小盈, 你没做错什么, 不过对待领导, 态度总归是不对, 你给林助理道歉一下。 林玉培起先一听到陈兴的话, 脸色还有些难看, 以为陈兴也要让他下不来台来, 到后面, 脸色才好看了许多, 让李小盈给他道歉, 总归是没让他脸面太难看。 一旁的肖远庆, 不动声色地看了看陈兴, 他知道, 陈兴这是两人各打一板, 但本质上是维护李小盈, 只不过这样的处理方法, 却是让林玉培生不出反感来。 肖远庆此时, 都不得不佩服陈兴处事的老辣, 并没有半分年轻人的声色, 不过也难怪, 陈兴纵使年纪相对年轻, 但在官场摸爬滚打到现在这个层次, 也早该修炼成精了。 李小盈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地 向林玉培道歉着, 他明明没有做错, 却偏偏却低头, 想着张明还说陈兴会照顾他, 李小盈这会端得是委屈的, 眼泪都快掉下来。 陈兴没有再说什么, 朝肖远庆使了个眼色, 他知道肖远庆会明白他的意思, 随即道, 林助理, 我正好找你有点事,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陈兴是不敢再让林玉培 再在办公室里待下去, 生怕再出点是非, 至于他给肖远庆的暗示, 无疑是要肖远庆安慰一下李小盈。 走回自己的办公室, 陈兴看着跟着进来的林玉培, 将门关上, 这才无奈道, 林助理, 你今天是刚上任第一天, 怎么就不会想着 给下面人留个好印象? 你难道不知道 这对于你以后的工作 同样有好处吗? 陈市长, 我这是新定做的工作桩, 今天第一次穿, 就被人泼了开水, 我这心里能舒服得了吗? 说话难免就冲了点。 林玉培这会在陈兴面前, 愣是也装出一副 楚楚可怜的样子。 陈兴有些哭笑不得地 望着林玉培, 女人的暧昧之心很正常, 但强到这个程度, 陈兴真不知道该说些啥了, 林玉培现在好歹也算是个领导, 这种时候还想着这个。 陈兴暗自嘀咕着 王荣妍将来怕是要栽在这个女人身上。 陈兴正琢磨着, 林玉培却是瞅着办公室门关上了, 有意无意地往陈兴身边凑着, 陈市长, 你瞅瞅, 我这衬衫的前领都湿了, 人家这衬衫是白色的, 被水这么一泼, 都快成透明的了。 你说, 我能不生气吗? 林玉培说着话, 最后一下就凑到了陈兴跟前, 拉着衬衫口子就给陈兴看着。 陈兴一愣, 一片白嫩的肌肤, 陡然出现在自己眼皮底下, 完全没有想到, 林玉培会突然来这么一下的陈兴, 一时没回过神来。 陈市长, 你看到了没有, 人家这衣服都试了。 林玉培娇称了一句, 脸贴向陈兴。 可, 林助理, 我看你还是回办公室稍微整理一下, 只是被水稍微泼到, 你也没必要太在意了, 再说也没人会去注意。 陈兴倾咳了一声, 迅速走开, 走到门边打开门。 林玉培看到陈兴开了门, 赶紧直起身, 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 生怕被外面经过的人看到。 眼里却是闪过一丝郁闷, 暗骂陈兴不解风情, 不过遇事如此, 愈发激起了林玉培好胜的心思, 他就不信拿不下这个男人。 陈兴还站在门边, 转头看了看林玉培, 那一丝再明显不过, 这是要送客了。 陈兴是瞧出来了, 这女人乱来的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直至目视着林玉培出去, 陈兴才摇了摇头, 兔子不吃窝鞭草, 陈兴有自己的原则, 这林玉培在他身旁工作, 陈兴不可能破了自己的底线。 走回办公桌, 陈兴想了一下, 还是给李小莹发了条短信, 她有对方的号码, 光让萧远庆安慰肯定不够, 陈兴不能就此不闻不问, 想着自己这个市长都快成了保姆了。 陈兴端得是苦笑不已, 张明把这女人放到她这来, 也让她不省心。 傍晚下班, 陈兴没让司机开车, 而是独自开车离开, 在离市政府不远处的一条僻静小路里, 陈兴将车子靠路边停下, 不时地抬手看着时间。 不多时, 车窗外, 有人轻轻地敲着玻璃, 陈兴回头一看, 见是李小莹, 打开车门, 示意对方上车。 李小姐晚上要吃些什么? 我请客。 陈兴笑道, 我随便都可以, 能让陈市长请客已经是很荣幸了, 我就不敢挑剔了。 李小莹淡淡地笑着, 一定要给你闭机小战。 我会保译一下, 然后就要拿着玻璃, 让你评价, 你喝这个新闻的银子, 你能处理一下?